我一如相悲 靈抗有你的季節 經典歌曲扣人心弦 每首歌都是滿滿回憶 天王周杰倫 世界巡夜超過70個城市 場場爆滿 浩大場面 年底將在大巨蛋上演 周杰倫嘉年華演唱會 睽違七年是終於來到台灣了 真的好想要看到本尊 不過呢 這個票到底搶不搶得到呢 網路上其實已經出現 黃牛隨意開架 特區海警第一排 被喊到加價五萬 前三排三萬六 前五排兩萬八 藍區也得加到萬元 紅區則是八千五百元 至於側邊粉紅色區域 每張加價七千五百元 遭網友批評又夠消灘 沒實名制助長黃牛隨意開架 但就怕自己手速太慢 搶票密新 保理齋 開賣大概前十分鐘 五分鐘就一直重新整理 然後按進去重新整理 再按進去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手在鍵盤上 一手在滑鼠上 其實網卡也是滿多人會一起的 所以可能那時候網速也會卡在一起 搶票前先確認系統有手機認證 網路要提速 專家分析周董連唱四場 十二月五號首場最好買 因為平日公職人員要上班 但有粉絲說什麼都一定要見周董一面 會畫好十二月上旬要去歐洲旅遊 機票的話是一定要改的 一定要回台南看演唱會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無論機票多少錢 只要結輪在眼前 天本強調荷包哪是問題 甚至還有網友打開玩笑 笑說願意用 前男友跟孝三的生命 亦或是男生五年 跟派上所有前男友表示誠意 就希望能擁有周董門票 看得出來追星族真的好瘋狂 無所不用其極 進去影片參與如參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